人过70岁,若还能轻松做到这四件事 说明身体功能好,长寿可期 那么究竟是哪四件事呢? 对身体健康比较重视的朋友 您可以先给这条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 您的支持就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 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 同时也意味着人一旦过了70岁 说明身体也不再年轻 若是你想让自己变得更加长寿 除了平时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同时还要学会好好地保养自己 若是自己的年纪已经过了70岁 还能轻松做这四件事 那说明你的身体非常的好 第一是走路轻松 有一句俗话是这样说的 人老腿先摔,如果人体开始摔老 那它的关节,骨骼,肌肉也会随之摔老 另外一些关节疾病也会容易找上门 如果你到了70岁 腿脚走路还比较利落 在一定的方面说明你的身体是一个长寿的体质 身体的各个功能也比较好 第二就是睡觉轻松,睡眠质量高 自然人体的健康就容易恢复 但大多数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 他们的睡眠时间越来越短 同时也伴随着质量差 因此呢,对人体的健康产生一定危害 如果你已经过了70岁 睡眠质量还比较好 那说明你是长寿体质 第三呢,就是不容易发脾气 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到了一定的年纪 很多老人都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问题 总是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 有一些人长期闷闷不乐 影响身体健康不说 同时心理健康也会遭到影响 如果你已经70岁了 还能保持一颗良好的心态 同时呢,也不容易发脾气 那说明你是健康长寿的体质 第四呢,胃口不错 吃饭很轻松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的肠胃功能也开始变弱 胃口呢开始大不如从前 平时一些不容易消化的食物 吃了胃就很难受 一些老人可能会吃一些粥 蔬菜等等 如果长期这样 胃口不好 也会影响到营养的吸收 对健康产生一定的危害 如果说你的年纪已经过了70岁 但你的胃口依然还不错 能吃也能喝 那你的身体自然比同龄人更加健康 如果您此时的胃口已经受到影响 其实呢 还有可能是一些疾病引起的 此时一定要想办法补救 很多人觉得基因才是决定 是否长寿的重要因素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确实如此 但是毕竟基因是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决定的 因此只能从自己的生活方式上面入手 未来保持身体健康 我们可以保持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 这样做很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产生 自然就能为长寿奠定坚实的基础 除此之外 保持良好的心态也非常重要 每天不妨开心一点 不要让低落的情绪影响了身心 对于以上四点大家怎么看呢 也欢迎大家在视频的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分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2023年会比去年更加的难熬 告诉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 普通人将会面临五大难题 对于幸福生活比较重视的朋友 请给视频点点关注点点赞 我们接着往下说 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受到疫情的影响 普通人的生活都比较艰难 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都以为疫情很快就会过去 没有人意识到风险的存在 2021年很多人都撑不下去了 尤其是什么创业型的企业 基本上都是局部维建 到了2022年 可以说是很多人黑暗的一年 众多企业都倒闭 很多人也遭遇了降薪裁员失业等等 那么就是随着全面的放开 2023年应该说会比去年更好吗 理论上说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现实却是残酷的 2023年并没有想象中这么美好 有内行人专家就预测 今年会比去年更加难熬 并且普通人将会面临五个难题 务必要提前做好准备 第一就是病毒并没有完全的消失 虽然说疫情已经全面的放开 但是病毒并没有完全消失 从国外的疫情情况来看 就是阳过之后身体会产生抗体 半年内基本上都不会再次感染新冠肺炎了 但是随着身体中的抗体的消失 半年后有很大概率会迎来 第二波第三波疫情的一个爆发期 所以说准备创业的人 依然是需要非常谨慎的 不要轻易创业 否则就是很有可能会陷入一个经济危机 第二就是就业的形势 以前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只有几十万 含金量比较高 毕业以后不愁找不到工作 但是随着各大高校的扩招 2023年毕业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多万 这也直接导致了现在的大学生 失去了市场竞争力 如果大学生还存在高不成低不就的思想 不愿意干工资低比较辛苦的工作 可能就只能代业在家了 可以说2023年应届大学生 想要找的一份工作 就必须要懂得放低自己的姿态 第三就是断供的人群增加 疫情之前贷款买房的人非常的多 计划确实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收入稳定 每个月几千块钱的房贷只是小意思 但是疫情导致很多人失业 失去了一个经济的来源 欠的房贷也是缓不上 这几年断供的人数是不断的增加 法拍房的也是越来越多 可见现在的经济形势依然是十分的严峻 那第四就是银行的利息的一个减少 以前去银行存款 银行是比较开心的 也是给予了利率比较高 但是现在情况完全变了 银行的储蓄不断的增加 银行发愁怎么将钱发出去 所以说现在去银行存款 利息相对来说非常的低 因为如果给过多的利息 银行很有可能就会亏损 那第五就是物价的一个上涨 现在除了房子车子 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 但是老百姓的工资 没有相应的一个上涨 还有很多人遭遇了降薪 加上现在就业非常困难 社会上的工作岗位非常少 普通人的生活将会变得越来越难 2023年虽然说全面放开了 大家的出行包括生活都没有影响了 但是今年依然是十分困难的一年 甚至比2022年更加困难 普通人务必要提前做好准备 避免自己的生活遭遇太大的冲击 好了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看完视频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用你发财的销售 给我们点赞评论关注安排一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尴尬了尴尬了 这回真的是尴尬了 某知名楼盘600多套房子 总共是吸引了2800多户 去抢购这些房子 但是买这些房子是需要验证 核验身份的 那2800多户最终有900多户 是撤销了核验 即便如此 通过核验也有1800多户 最终进入到了选房的一个阶段 但是这一刻最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大家都不买房了 纷纷弃选 然后658套房子 最终只卖出了224套房 也就是说剩下的430多套房子 都是无人购买的 入围的1800多户当中 平均12个当中 才有一个是真正掏钱的 那剩下的11个只是来登记的 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呢 是来凑人气的 还是说到了真正花钱的时候 犹豫了 不敢花钱了 有人说呀 这还看不出来吗 1800多户当中 一大部分全是开发商 花钱过来的托啊 登记的时候呢 不用花钱 而开发商呢 还要给你钱 这个时候不登记 白不登记 登记了 还有钱赚 但是到了真正需要出首货的时候 这些托呢 全都原形毕露了 而真正买房的 只有200多户 也有人说傻眼了吧 2800多个人登记 最终买房的只有200多户 让那些真正买房的人 确实是被忽悠进去了啊 根本没有这么多买房的 造成了一个假象 这种房子就是抢购的 最终呢 让这200多户肯定是上当了 不知道大家对于此事怎么看的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我承认我慌了 30岁贷款110万买房 30年还完 刚还完第一年 就真的是尽力了 还不动了 我去年败的房贷是6.15的利率 贷款呢 是110万每个月还款7100块钱 还了第一年 还剩29年 还完房贷啊 我应该就59岁了 现在呢 就是房子的两侧啊 全部都是安置房小区 非常羡慕人家村民啊 能够分几套房子 也不用奋斗了 而且也不用还房贷 我买的房子呢 是在这个安置房小区的前面 就是一栋33层的一楼 贷款110万买了套一楼啊 真的是非常的后悔 当时为啥选一楼呢 就是能比正常的楼层便宜几万块钱 现在真的是后悔了啊 这条街道也真的是十分的吵 住在房子里 离马路也有15米的距离 当初只想着采光会好一点 没有想到马路边会比较吵啊 而且呢 我买的一楼也没有什么带花园 去年呢 瞒着父母偷偷的买下这栋房子 买完之后呢 我妈就不然大怒 说一楼太差了 采光不好 通风不好 还说呢 容易被小偷给惦记上 夏天蚊虫也多 而且挨着马路这么吵 就是我这个小区啊 即将要交房了 写的是在今年12月31号交房啊 到现在呢 也就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吧 交房之后呢 装修的钱也没有 因为是要还房贷嘛 这一年我真的是尽力了啊 我跟孩子他妈 今年整个的大环境都不好 都失业了 到现在呢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都是每个月打一打零工啊 这样子一个月几千块钱的收入 还不够还房贷了 感觉压力真的是特别的大啊 因为还房贷这个事情呢 是我们自己当时买房决定的 也不能回家跟父母借 当初选的是一楼 一共是33层 马路对面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是 学校和安置房 不知道能改多高 也不知道到时候 会不会影响我的采光啊 而且第一次买房 没有什么经验嘛 这个小区一共是三千多户 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啊 以后吧 这个小区里面 肯定会比较吵闹 本身我跟孩子他妈 都比较喜欢安静 但是现在我俩 已经手头没有任何积蓄了啊 下个月的房贷呢 还没有着落 自从有了房贷 每天的日子 真的是过得扣扣缩缩的 身上穿的衣服 都是不超过三十块钱的啊 真的是肠子都毁清了啊 媳妇现在连化妆品 也不敢买了 日子过得可以说 是相当的结局 每个月的房贷啊 我跟孩子他妈 是一人还一半 他还呢 三千八 我还三千三 一共是七千一百块钱的房贷啊 在我们的三四线城市 一个月上班 挣七千块钱都非常难 我们的房贷竟然有七千多块钱 还是怪自己没钱 没有本事啊 当初首付交的少 贷款贷的太多了 而且今年房贷的利率也降了 降到三点多了 但是我的房贷利率 依然是六点一五 还是找到了 当初比较低利息的银行 今年的话 真的是便宜了很多很多啊 所以说感觉 现在心情是很沉重 压力也特别大 相信买过房子的年轻人 九零后像我们一样的 应该都是有感触 真的是每天过得特别的心慌 买这个房子呀 当初也就是太冲动 太草率了 接下来的房贷呢 也不知道怎么还 这个月二十号 房贷扣过了 下个月的二十号 房贷还没有着落 老婆说呢 去借借看一看 向朋友呢 先借一借 然后借一下染霉之急 现在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够熬到 今年十二月份 交好之后 交房之后 看看房子能不能卖了 哪怕是稍微亏一点 最后奉劝大家 买房一定要量力而行 不自量力的结果 就是肠子毁青 大家好 我是佳哥 在生活当中 我们买房的时候 很看重数字的寓意 特别是在选择楼层的时候 都不喜欢买带 有四的楼层以及十八层 很多人宁愿 多花一点钱 去买别的楼层 其实我们买房的时候 应该看重的是舒适度 而不是相信迷信 因为只要我们买的房子 住着舒服 将来就不用担心 转手或者是升职的问题了 所以说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 应该理性地看待这些问题 但是有这三个楼层 还是不建议买的 第一个就是低楼层的房子 包括一楼 二楼 因为低楼层的房子 采光很差 并且噪音大 私密性也相对差 还有一点夏天蚊虫也很多 估计除了出行方便一点 没有其他的什么优势了 第二个就是腰线层了 市面上很多商品房 基本上都是有腰线的 腰线的设计 只是为了让房子 更为美观一些 它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作用 反而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比方说突出的部分 是影响咱们采光 还容易积水 垃圾灰尘很难打扫卫生 时间久了还容易渗透到室内 第三个就是楼顶了 说实话 咱们买房子的时候 楼顶是不能买 也是尽量的不要买 虽然楼顶的优点是采光好 事业开阔 安静 但是它的缺点却有很多 像冬天冷 夏天热 容易渗水 漏水 这个是很多顶层房子 都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 如果是北方的房子 冬天有暖气还好一点 但是夏天屋子那种温热 只能是用空调才能够解决掉的 可漏水的问题就非常麻烦了 一位卖房的人说 那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解决的办法 那只能是几年做一次防水了 一想到这种情况 那让人是何其的糟心 对此各位朋友你们是怎么看的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晚上开空调 别再开26度了 多亏空调师傅提醒 一个月能省好几百 大家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空调是不是很多人 都是开到26度 认为这样最省电又好用 但是最近多亏空调 维修师傅提醒 我一个月省下好几百 其实人体体温会有一个慢慢的下降过程 刚开始睡觉的时候 26度还是非常合适的 但是到晚上12点左右 人体温度会慢慢的下降 直到凌晨3点的时候 温度会下降到最低 这个时候如果还是26度 那么早上起来很容易就会感冒不舒服 其实晚上最省电最舒服的温度是27度 我们在睡觉之前可以选择27度 然后被子盖一下肚子就可以了 大家如果觉得27度会比较热 那么我们可以把空调的出风口往上调 这样可以快速的降低室内温度 而且也不会对着吹防止感冒 最后我们还可以再找到空调的遥控器 在上面选择除湿的功能 除湿的功能吹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很多朋友一直都没有用过 一直都是用的制冷 晚上睡觉呢 再把窗户或者是门打开一个小缝隙 让它形成一个对流风 交换室内的空气 这样呢 睡觉既舒服又省电 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 赶紧去试一试吧 效果非常的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